今天我们还讲最后一章 第四章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新世界观的创立 那么这一章其实很简单 因为实际上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 这个叫万川归海 最后归结到这样的一个地方 所以不难理解 不难理解 上一次我们讲第四节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首稿 讲了前面两点 第一个是以异化概念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二个是以异化的阶级洋气为核心的共产主义 上次我们讲到第三点 以对象性的活动 以对象性的活动为核心的哲学批判 对象性的活动为核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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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活动 对象性的活动为核心的哲学批判 首先是讲 首先是讲 并且在学校并讲的 以来由 CGP和核心的对象 这个我们不多讲了 第二条 我们上次也已经讲到了 马克思说 费尔巴哈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 因为费尔巴哈也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 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 那么上次我讲 马克思后来对费尔巴哈的批评 非常重要的一条 就是费尔巴哈不懂什么叫社会 恩格斯晚年写露德威西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中阶的时候 他说只要一进入到社会历史领域 费尔巴哈就变成唯心主义者了 而且在这个领域当中 如果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法哲学比较起来 费尔巴哈只是表现出惊人的贫乏 不是一般的贫乏 那叫惊人的贫乏 但是马克思在这个地方讲 费尔巴哈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 因此他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费尔巴哈我们前面讲过 他诉诸直观 那么在费尔巴哈的哲学当中 有一种叫做高级的哲学之观 在这个高级的哲学之观当中 费尔巴哈说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被了解为爱 所以费尔巴哈认为 人与人之间的真正的关系 应该通过爱来体现 这是哲学直观做到的 这些哲学直观做到的 就像王德峰老师有一次上课 说我有十个大饼 是吧 然后我吃了五个大饼 已经吃得很饱了 边上有一个人饿得鸡肠碌碌 他没有饼吃 那么如果我们在高级的哲学直观当中说 那五个饼应该怎么样呢 应该去给他了 对不对 但是现代社会不允许 不会给他的 现代社会要你掏出两美元来买一只饼 那么费尔巴哈他是什么呢 他有一种叫哲学直观 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直观的对象性的关系 应该叫做爱 因此他号称 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 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 因为他在高级的哲学直观当中 把握了人对人的这样的一种本质的关系 叫做爱的关系 叫做爱的关系 所以他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就是对社会的这样一种直观 至少在最初的德国的形式当中 他是这样 他是这样 所以费尔巴哈后来又被看成是 德国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最主要的领袖 最主要的领袖 共产党宣言当中 对于共产主义的历史文献当中 有一种就是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打引号的叫真正的社会主义 他们是这么叫的 那么主要的领袖 有奠基者就是费尔巴哈 那么他在哲学直观当中把握了 那么后来马克思看出费尔巴哈的毛病在哪里 一种叫高级的哲学直观 一种叫通常的直观 普通的直观 普通的直观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直观 你会看到什么呢 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矮 而是像狼对狼一样 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以这样一种对抗和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 这是在普通的直观当中看到的 人在高级的哲学直观当中 他应该是健康的 是有爱的 是和谐的 但是在普通的直观当中不是这样 他是彼此冲突的 他是你争我夺的 他是不健康的 他是患者裸利病的 这两种直观 费尔巴哈没有办法使他们调和 没有办法使他们调和 所以用我们哲学上的通常的话来讲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是 这个叫应当 这个叫实然 这个叫应然 这两者之间没有办法沟通 没有办法沟通 但是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著作当中 当时看到了费尔巴哈所提到的高级的哲学直观 特别突出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并且把这样的一种关系设定为理论的原则 因此费尔巴哈的哲学在当时是有批判意义的 是有批判意义的 这是费尔巴哈的第二个贡献 第三个 他把基于自身 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基础的肯定的东西 从自称是绝对的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对立起来 这句话听起来太烦了 原来的翻译是这样的 他把立足于自身之上 并且实证地以自身为基础的肯定 同自称是绝对的肯定的那个否定的否定对立起来 还是听不懂 是吧 我们先讲 第一个 立足于自身之上 并且实证地以自身为基础的肯定 这是什么 感性 感性 我们在讲费尔巴哈哲学的时候 曾经讲到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原则 一个叫感性 一个叫对象性 是吧 或者连起来叫感性对象性 什么叫立足于自身之上 并且实证地以自身为基础的肯定 就是感性 就是感性 所以大家再去读那句话 基于自身 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 那就是感性或者感性的东西 另外一个 自称是绝对的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 是什么 叫思辨的思维 它不是一般的思维 这个思维是什么 这个思维是否定之否定 而且这个否定之否定 它自称是绝对的肯定 但是这个绝对的肯定 首先是肯定 同时是否定 然后是否定之否定 这个叫思辨的思维 这个叫思辨的思维 所以自称是绝对的肯定的东西的 那个否定的否定 指的就是思辨的思维 立足于自身之上 并且实证地以自身为基础的肯定 就是感性 或者直接的感性 直接的感性 这个感性立足于自身之上 并且实证地以自身为基础来肯定自身 这个菲尔巴哈在他的著作当中谈到 谈到 所以我们想这个事情 不要看到那句子害怕 菲尔巴哈的哲学我们知道 菲尔巴哈的哲学 黑格的哲学我们也知道 黑格哲学的原理就是思辨的思维 就是自称是绝对的肯定 但同时它是否定的否定 这叫思辨的思维 这叫思辨的思维 立足于自身基础之上的 并且实证地以自身为基础的肯定 就是感性 所以菲尔巴哈把感性 同思辨的思维对立起来 所以马克思这句话很长 但是实际上很简单 就是菲尔巴哈把直接的感性 同思辨的思维对立起来 这是菲尔巴哈哲学的第三条贡献 菲尔巴哈 菲尔巴哈用感性的实在性 同思辨的思维对立起来 对立起来 好 接下来 马克思开始解释 菲尔巴哈 如何批判思辨的思维 就是那个 自称是绝对的肯定的 那个否定之否定 那个否定之否定 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否定之否定 菲尔巴哈这样解释了 黑格尔的辩证法 很简单 马克思在这个地方就讲了三条 就是否定之否定 所以菲尔巴哈的贡献 马克思讲了三条 第一条 对整个哲学进行批判 第二条 在高级的哲学直观当中 把握了社会 把握了社会 第三条 把直接的感性 同思辨的思维对立起来 接下来 菲尔巴哈解释 否定之否定 菲尔巴哈怎么解释 否定之否定呢 菲尔巴哈这么解释 黑格尔从异化出发 从实体出发 从绝对的和不变的抽象出发 就是说 说得更通俗些 他从宗教和神学出发 这是正题 这是正题 否定之否定 是三个题 对吧 正题 反题 和合题 这是否定之否定 那么菲尔巴哈解释 这个否定之否定 正题 说得简单一点 黑格尔从宗教神学出发 反题 我们看一下 第二 他扬弃了无限的东西 黑格扬弃了无限的东西 设定了现实的 感性的 实在的 有限的 特殊的东西 这是哲学对宗教和神学的扬弃 因此正题是什么呢 正题意味着黑格尔从宗教神学出发 反题意味着什么呢 反题意味着黑格扬弃了宗教和神学 最后是合体 合体 第三 黑格重新扬弃了肯定的东西 重新恢复了抽象无限的东西 这意味着宗教和神学的恢复 所以如果你们有我这本书的话 就刚才那个三面紧接着下面 讲否定之否定 黑格 这个否定之否定 辩证法 基本的形式 基本的形式 那么 费尔巴哈怎么解释 正题 意味着黑格从宗教神学出发 从思辨的思维出发 从思辨的思维出发 不过在这个阶段当中 思辨的思维还是抽象的 紧接着反题是什么呢 反题是思维的外化 它转变成为什么 转变成为感性的 现实的 实在的东西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洋气宗教神学 那么合体是什么呢 合体是重新返回到思辨的思维 重新返回到思辨的思维 因此费尔巴哈认为 黑格的否定之否定最后是什么呢 是宗教和神学的恢复 宗教和神学的恢复 所以费尔巴哈对黑格辩证法的批判 主要立足于这样的一种分析 黑格从宗教神学出发 接着它扬弃了宗教和神学 最后它恢复了宗教和神学 这就是思辨的思维 所经历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经历的这样一个过程 马克思接着探讨费尔巴哈的分析 这个里面出现了一些微妙的东西 出现了一些微妙的东西 马克思说 由此可见 费尔巴哈把否定的否定 仅仅看作哲学同自身的矛盾 看作在否定神学之后 又肯定神学的哲学 即同自身相对立而肯定神学的哲学 这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 费尔巴哈把否定之否定 仅仅看作哲学同自身的矛盾 很有意思 首先马克思肯定费尔巴哈的贡献 而且在贡献的第三点当中 马克思讲了 费尔巴哈把立足于自身之上 并且实证的 以自身位基础的肯定 同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 对立起来 然后费尔巴哈解释否定之否定 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 辩证法 思辨的辩证法 从宗教神学出发 扬弃宗教和神学 然后恢复到宗教神学上去 但是马克思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看出 或者似乎看出某种东西 费尔巴哈 把否定之否定 仅仅看作哲学同自身的矛盾 看作在否定神学之后 又肯定神学的哲学 接着马克思进一步来探讨 这个否定之否定 这个否定之否定 我们看一下 但是因为黑格尔根据否定之否定 所包含的肯定方面 把否定之否定 看成真正的和唯一的肯定的东西 而根据他所包含的否定方面 把它看成一切存在的 唯一真正的活动 和自我实现的活动 所以他只是为历史运动 找到了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 在这个地方 马克思讲的那些话 很微妙 他是反对黑格尔的 他是赞成费尔巴哈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 他对费尔巴哈似乎有些不满 因为费尔巴哈 把否定之否定 仅仅看成 否定了神学之后 又肯定神学的哲学 但是他又说了更多的东西 他说 因为黑格尔根据否定之否定 所包含的肯定方面 把否定之否定 看成真正的和唯一肯定的东西 而根据他所包含的否定方面 把它看成一切存在的唯一真正的活动 和自我实现的活动 所以黑格尔只是为历史运动找到了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 这句话听起来是批判性质 批评性质 黑格尔只是为历史运动找到了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 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 特别是和菲尔巴哈比较起来 这句话却是包含着肯定的含义 因为这句话的第一层意思是说 黑格尔为历史运动找到了一种表达 而这种表达恰好是菲尔巴哈没有的 黑格尔为历史运动找到了一种具有原则高度的哲学的表达 这是在哲学史上第一次 这是黑格尔做到的 这是黑格尔做到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安格斯写路德维西菲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中间 第一章就写黑格尔的哲学贡献 他突出强调的最主要的一点 黑格尔的哲学包含了历史的原则 黑格尔的整个哲学是以巨大的历史感为背景的 所以这句话大家注意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说 黑格尔为历史运动找到了一种重要的 哲学上的具有原则高度的表达 第二 黑格尔只是为历史运动找到了一种抽象的 逻辑的和思辨的表达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不多讲了 所以四四年手稿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呢 他非常明显地站在费尔巴哈的立场上 批判黑格尔 但是同时 黑格尔哲学当中完全被费尔巴哈忽略的东西 在四四年手稿的这一部分当中 被恢复起来 如果我们用一个恰当的术语 叫被拯救出来 叫被拯救出来 所以马克斯在这个地方讲 因为黑格尔根据否定之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 把否定之否定看成真正的和唯一的肯定的东西 而根据他所包含的否定方面 把它看成一切存在的唯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 一方面是唯一肯定的东西 另外一方面是活动 大家注意这个词 是活动 所以黑格尔为历史运动找到了抽象的 逻辑的和思辨的表达 因此最后 马克斯在这个部分的批判当中 我们看到 实际上他继续收了费尔巴哈的感性的原则 对象性的原则 同时正是在四四年手稿的最后一部分当中 马克斯拯救了由德国维新主义发展起来的 所谓活动的原则 所谓活动的原则 所以最后我们看一下 对象性的活动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不是讲原则 所以我们只能盖要的提一下 盖要的提一下 在四四年手稿当中 马克斯还谈到了黑格尔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就是劳动 有一段我念一下 因此黑格尔的现象邪及其最后成果 辩证法 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 它的伟大之处在于 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 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 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洋气 可见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 把对象性的人 现实的 因而是真正的人 理解为他自己劳动的结果 这个话 类似的话 海德格尔在一百年以后 重新说过一次 那就是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当中 海德格尔说 新时代的劳动的 形而上学的本质 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当中 被先行的表达出来了 马克斯在四四年 一八四四年 他这样写的 黑格尔的现象学 及其最后成果 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的辩证法 他的伟大之处在于 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 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 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洋气 因此 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 把对象性的人 现实的 因而是真正的人 理解为他自己劳动的结果 那么 劳动的这一个词呢 还不够突出 所以马克斯在四四年手稿 最后概括他所取得的 哲学批判的成果的时候 用的叫对象性的活动 用的叫对象性的活动 这一段话出现在九十七页的最后一段 最后一段 叫对象性的活动 马克斯是这么说的 当现实的 肉体的 站在坚实的 逞圆形的地球上 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 通过自己的外化 把自己现实的 对象性的本质力量 设定为一己的对象时 设定并不是主体 它是对象性的 本质力量的主体性 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 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 对象性的存在物 进行对象性活动 原来的版本不是这样翻的 原来的版本是 对象性的存在物 对象的活动 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 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 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 它所以只创造或设定 所以只创造或设定对象 因为它是被对象设定的 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 因此并不是 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 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 转而创造对象 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 仅仅证实了 它的对象性活动 证实了它的活动 是对象性的 自然存在物的活动 等等 这段话是最完整的讲了 所谓对象性的活动 这个词 那么为什么我们特别强调 突出这个概念 因为它直接引导到 1845年春天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告 对象性的活动 这个词 我们现在不能就这个书 大量的展开来讲 我们就分析这个词 我们知道感性和对象性 是费尔巴哈的原理 是费尔巴哈的原理 费尔巴哈所谓哲学唯物主义的 最基本的出发点 立脚点 我们讲 它把现实性理解为感性 对象性 理解为感性 对象性 但是费尔巴哈的整个原理 叫做什么呢 叫做感性的直观 或者对象性的直观 叫做感性的直观 或者对象性的直观 现在马克思发明了一个词 这个词 不是感性的直观 也不是对象性的直观 是什么 是感性的活动 对象性的活动 那么活动这个词从哪来 活动这个词不能就一般的意义上来理解 大家千万注意 活动这个词是德国维新主义 整个发展过程当中 形成起来的一个术语 所以我们读马克思的著作 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我们都知道这种词 这种术语或者概念 它的来历是什么 感性 对象性 这个来历从费尔巴哈那来 那么费尔巴哈关于感性和对象性的整个理解 叫做感性的直观和对象性的直观 现在马克思把它叫做感性的活动和对象性的活动 活动不是我们通常一般用的术语 这个术语在德国维新主义的整个发展过程当中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在这门课讲德国古典哲学的时候 我们已经看到过的 首先是康德用了这个词 他把自我意识叫做什么 叫做纯粹的活动 纯粹的活动 鲜艳的统诀 康德把它叫做纯粹的活动 为什么要把它叫做纯粹的活动 它必须避免人们把这种活动想象成为经验的或者心理的 不是 所以他把它叫做纯粹的活动 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 所以这个词后来一直被使用 康德用来表示自我意识 作为先验的统诀 把他表述为纯粹的活动 废希特后来把他的自我叫做活动本身 叫做活动本身 时间关系我们不多展开了 到了谢灵 因为他返回了斯宾诺莎的实体 所以他把自我意识的那个活动过程叫做无限的活动 大家看到无限的活动 黑格尔把思辨的思维叫做自我活动 为什么叫做自我活动 因为那是绝对者 自身的活动 所以这个活动 这个术语是有来历的 不是通常的用法 我们当然可以在一般通常的东西当中去想象这个词 但如果我们在通常的意义上想象这个词 我们肯定要错的 因为它是有来历的 对吧 就像对象性这个词 感性这个词 都从费尔巴哈来 不是马克思杜撰出来的 突然发明的 所以马克思在这个地方用了对象性的活动 这个术语 这个术语可以简要的表明 马克思在当时的哲学活动当中 他处于怎样一个地位 同费尔巴哈 同德国维新主义有怎样的关系 有怎样的关系 因为马克思的哲学原则 在四四年手稿当中被表述为感性的活动 或者对象性的活动 感性对象性的原理从费尔巴哈来 而活动的原理 活动的原理从德国维新主义来 从德国维新主义来 我们只是一个非常简要的说明 当然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从这里捞点东西 从那里捞点东西 一混合就弄出个什么东西来了 对不对 反佛我们吃咖啡 加糖 一混合就出来个什么东西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这里面有一种重要的变革 一种重要的创造 但是我们从这个概念的分析当中 我们可以了解到 我们可以了解到什么呢 了解到 马克思在四四年手稿当中提出对象性的活动 或者感性的活动这个术语的时候 他的那些思想的来历从什么地方来 所以四四年手稿很特别 四四年手稿很特别 特别是最后的一部分 最后的一部分 从明确的方面来讲 马克思支持费尔巴哈 反对黑格尔 标题就叫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 而且对费尔巴哈评价极高 但是在这个整个理论的活动当中 四四年手稿理论活动当中 我们却看到 被严厉批判的黑格尔哲学 有一部分东西被拯救出来 而且正是这种拯救 使得马克思已经具备了批判费尔巴哈的基本理由 所以我们才能想象在几个月以后 马克思写下了关于费尔巴哈提告 关于费尔巴哈提告 这个事情不是突如其来的 阿尔都塞解释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事 他讲这个叫做一个破天荒的奇迹般的东西 我不赞成他这个说法 什么叫破天荒的和奇迹般的东西 如果我们寄希望于破天荒的和奇迹般的东西的话 那么说老实话 我们就没法来讲思想史了 对不对 因为你今天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你跑到门口扮了一跤 摔一根头 起来变成尼采主义者了 这个叫破天荒的和奇迹般的东西 是吧 思想史不能这样来解释问题的 是吧 当然了 阿尔都塞也有贡献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单纯的利用那种 就是极电说 就是一层层积累起来 就自然形成什么东西 那么阿尔都塞的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 就是断裂 在这个地方出现了断裂 按他的讲法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认识论的断裂发生了 但是作为思想史来 你总要把它讲清楚 这个断裂为什么能发生 它何以发生 那么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就不多讲了 我们就不多讲了 这是四四年手稿当中 如果我们要在哲学上 理解马克思的基本立场的话 那么我们在这个手稿当中 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叫做对象性的活动 这个概念出现了 这个概念出现了 而且这个概念 对于费尔巴哈 以及德国维新主义哲学 有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 它同费尔巴哈有联系 但包含批判费尔巴哈的理由 它拒绝德国维新主义 但同时吸收了它的活动的原则 如果我们简单说 它就是这样 简单说 它就是这样